中秋节就要到了 除了月饼以外 古代人还有什么好玩又好看的东西吗 那当然是有的 你有月饼 而我有香饼 古代人对月亮情有独钟 送出的文学家徐炫 曾经制作了一款半月食用的香 取名半月香 徐炫获遇月夜 路作中庭 但焚香一柱 其所轻 丝毫半月香 取字这一名字 我们今天也来做一款 宋代独有的半月香饼 香饼和月饼长得类似 但是却可以留味长久 甚至可以放到下一个中秋节 中秋节前后正是桂花盛开的季节 坐在桂花树下 呼吸着阴阴醉人的香气 观赏光辉皎洁的明月 是古代人的雅士之一 半桂赏月之外 季月也是中秋节的一件大事 中秋节这天啊 人们清扫庭院 设立香案 摆放贡品 燃烛焚香 拜月许愿 古人把中秋焚香拜月神的习俗啊 称为熏月 宋代人的中秋节是通宵欢庆的 人们不会因为夜生而散去 相反 他们乘着皎洁的月亮 尽情欢愉 无字幕的孟良录说 此季晶风渐爽 玉露深凉 但贵香飘 银缠光满 王孙公子 富家俱士 莫不登微楼 临轩玩乐 像古人一样 世江香 融入到日常生活中 优趣各有分别 在悠闲之乡中 读书品名 居家会客带有 朗月清风的中秋 修着月饼丹柜 橙香的宜人香气 与家人一起赏味中秋 共续闲话 清雅木星 这呢 才是中秋独有的味道